竹联邦名人会嚣张扮春酒 就警政署震怒了 下令全台同步大扫黑 那么自3月8号到17号 扫黑共计查获了帮派分子109人 其中名人会就逮到18人 那北市行大针对名人会的万华分会 进行扫荡围剿 分会长林姓男子等8人都到案了 那其中包括林姓男子3人 曾经都参与过名人会的春酒 那训后都遭到了积压 再来是台中又发生球棒砸车事件了 凌晨4点多大家都还在睡觉 就有民众听到外面 怎么有疯狂敲打的声音跟叫嚣 看到之后马上报警 那警方也出动了快打部队 可是到了现场时 双方人马都已经鸟受散了 那事后了解原来是前男女朋友 因为3000块的债务就分 现任男友帮忙追逃 把人叫出来谈判 过程中冲撞对方的同伙车辆 反遭对方砸车 最后还闹上了警局 暗夜中五到六名男子 手持球棒对着轿车挡风玻璃猛砸 旁边还有灰蓝色轿车 被撞到四轮朝天 吓坏附近民众 我以为是车祸 就准备要报警的时候 就听到叫骂打东西 砸东西打东西的声音 台中球棒队再度出没 发生在17号凌晨4点多 北屯祥顺二街上 王姓男子欠前女友3000元 现任男友20岁林姓男子 帮女友追逃 把人约出来谈判 见对方同伙周姓男子落单 竟然把轿车撞翻 朋友看见立刻纠中出气 拿出棒球棍砸车 警方快打部队到场 不由路上全市碎玻璃 立刻逮捕四人 还有两人送医 而肇事的林姓男子早就逃之夭夭 那其中三个人持了棍棒 来毁损林南所驾驶车辆 巡厚也会依 妨碍秩序 毁损的最嫌 移送台中地检署偵办 冲突过后两台车上很累累 被砸得挡风玻璃 以水城蜘蛛网撞 被撞得这台更惨 车顶板进扭曲变形 警方将追查 约出来谈判的三个人 市区又有球棒队出没 横砸轿车画面 令人看傻眼 记者 许永李云杰台中报道 海黄鲍鱼干贝AXO醬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马上升级 它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呢矿物质远高于 鱼翅啦燕窝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带 把CTI627就可以享有 折扣优惠哦